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下 如何使用我博客里面的一个学术导航 这个是非常对于做学术人员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进入到我的这个博客里面 然后点击的一个学术导航 你就会得到一些 我就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一些网址啊 就是不知道我所有的网址都会在这上面都会显示 这五四是我们的这个左边栏 你可以看到SEHUB的这个学术的隐形 然后我自己个人的网站 还有就是学书学习书签 这是我自己收藏的一些关于脑科学 也像说我自己学习的一些书签 都可以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 然后怎么去 所以说你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收藏我自己的网址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去下载这个 这个HUB的这个 错了 是通过他来下载这个 论文 嗯 比如说最新的这几个 这个猫咪论文的话是他 这也不知道谁做的啊 我只是把这个另接把它拿过来了 他是可以通过直接搜索文章 然后下载下载论文的 然后后面的这几个文 TW SHOP和RAM的话 是可以直接下载论文的 这个懂的人的话是会 会非常懂的 就是直接通过这个 你输入你的这个 呃 呃文章的另接 或者是你的 DOI的这个文章 就可以进行文章下载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 所学术的导航 所以谷歌的学术有些人说谷歌 就是说有些镜像啊 什么你找不到啊 你都可以通过收藏我这个网址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些小米学术啊 这个也非常有有用啊 这个非常 对于搜索文章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百度学术 谷歌学术 谷粉学术 这都有的 然后这是我个人的 这个地方是我个人的网站 就是我所有的 呃你可以找到我的一些信息 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来找到我 然后我只是在这里说一下知识 我现在常用的三个三个平台 第一个是博客 主页的博客 然后是微信公众号 这个是本体能力的 关于就是脑科学技术的 然后是另外一个是 呃 这个这个这个说是一些综合性的 综合性的脑科学知识 有关脑电和磁眼洞 啊科学进展 然后是一些招聘啊 这个网站都会有 然后是知乎 知乎是我的个人主页上面 会发布一些内容 他只是同步啊 只是为了为了方便国内的 呃这些学者访问的比较快的话 在知乎上你可以做到的 另外就是我的视频 更新在b站上b站上会更新 然后这个学书学习书签呢 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相当于是我自己 自己学习的时候 他所用到的一些网站 这个海马斯 这个是做老网络的 然后EG 的 这个也是做 EG分析的 Brainstorm的 还有这些 这个就是 啊 Google的下载 尼线包的下载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下载 Google的 安扩产包 扩产包 你就不需要Google商店了 嗯 这个是 span 就是EG M1G 或者是FMRI 或者FNILS 他都可以用FPM 来做分析的 b3 这个我就不详细的讲 如果感兴趣 你就可以在这里去 搜寻一些的 这个关于脑电 近红外 眼洞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TMS 的一些知识 都在这上面都有 我在这里放很多东西的 反正 嗯 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懂的话 如果你都懂的话 这个万里长城的话 你能理解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地方 我现在一直使用的是第一个 这个 这一个FPM 你这个用FPM的话 是可以直接挂 访问YouTube的 直接访问YouTube 或者是直接访问 Twitter啊 或者是Facebook啊 你都可以用的 这个地方 我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 这些这里面 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这个地方 脑锁的话 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链接 链接到现在我主流上的 也就是我 比较 就就是 关心的一些 脑科学的这个中心 他的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直接链接到他们的主页上面去了 然后我在下面 也会慢慢的做一些 window的软件 因为在很早之前 我都写过一篇就是window下的 推荐的使用 你使用的一些软件 我会慢慢的更新 现在window软件 呃 mac mac 我手机的mac软件也会更新 然后进红外 就是进红外的设备 所有的设备厂商 都在这里也有 就是你可以直接通过他来访问 你所需要需要的这些型号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咨询我 我也会帮你去 拎接一下 跟厂家的这个合作 或者是你的购买需求 这里都可以满足 然后脑电 眼动 还有一些其他的话 就是一些tms 嗯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感兴趣 你如果说不知道联系我的 你可以给我留言 你这个样子可以直接留言的 这个是背景颜色被 看的看的台湾的那个 你可以通过在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进行 也可以在我的about 或者是学习资源里面都可以进行留言 然后另外一个要说到的就是学习资源了 学习资源的话就有很多了吗 很学习就是关于我所能分享给大家的一些资源的 连接 第一个是Leo's Lab 就是镜红外分析的 然后我一次一次放 这是我个人录制的一些信息 软件的操作 可以观看的 然后一些眼动的技术 脑电的技术 嗯 镜红外的技术 inprime的分享 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的分享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网址来进行访问链接 这个就是以上的 所说到的 我的博客里面 学术导航和学术 或学习资源 两个方面 感谢大家的收看